1992年,除了家劉起時,有兩部經典之作 我們先說,九二黑玫瑰就是黑玫瑰 因為初初人們覺得是黑話 然後靠口碑收了二千多萬 你最經典的就是經常說,嘩! 這套你對劉振偉導演有什麼感覺? 好像不是太過很多 其實一切都是一個緣分 當時這部電影不是Cast我去做的 是羅惠娟 但是羅惠娟因為去了台灣拍電視劇 趕不到回來拍這個電影 他們的期是要立刻拍的 所以就變成了我補償 我自己覺得很幸運 因為我當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她是沒有妖對白寫下去的 當我回家拿了這個劇本之後 我就在那裡自己在那裡想 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小妻突出 她一定是有一些身體語言 譬如她一說話好像都不用想 一個不想話就說話的主婦 如果她一說話不想話 她會說什麼口頭禪呢 我覺得妖這個字是挺好的 因為她本來是 可能如果對其他演員 昇仔他們可能是一個髒口 男人是一個髒口 但女人也不會說髒口 不要看了 不如妖吧 所以我就加了這個 還有她有一個身體語言 她一說話就可以做一切出來 我記得我問劉濟偉導演 如果我每次都加一個演員才說下去 那行不行呢 我想是這個主婦的一個特色 她又覺得挺有趣 她都給演員很大的空間去發揮 譬如有一場戲是說我進去那間大屋 其實你看看我都未看好 我就會說話的 就先繞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當時這個角色的一個 角色馬上就出來了 嘩 看死廚房 必定比我家大七八倍 嘩 看死馬桶比我肉剛大 嘩 工人房比我睡房大 不知道是否因為有電視台劇集的訓練 你很多時一接到劇本 你會想到怎樣把這個角色 很容易地讓觀眾立即可以接收到 有些是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的 它已經足夠了 你不要再設計下去了 但是我覺得那位主婦 如果她平平地做下去 可能就會沒甚麼突出 跟趙美琦的角色可能有些衝突 因為趙美琦的角色其實是偶偶的 如果我有偶偶的去做 整個戲好像出不來 出來的氣氛很好 我也覺得很幸運 有份參與這部戲 因為其實寶寶姐和黃韻詩 是非常之精彩的 我是飄紅 啊 強士先生 我最記得是家輝哥唱這個 是一個笑婆幫你扮演的老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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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妝有沒有化得很辛苦 好像要化四五個小時 因為它真的要黏一些東西在臉上 塗一些膠水讓它含爛 都皺了 其實整完妝都不是說話的 嘴都不是動得靈活的 其實這一個我不覺得我自己有做了什麼 反而是導演的設計 是我的角色的設計 和家輝的配合 這個功勞是在導演的 另外有一套就是我們很喜歡的 就是黃飛鴻 《笑傳》和第二集《黃飛鴻》的黃飛鴻 你那個《韶關之花十三衣》 真的覺得做得很放鬆 我真的看得很開心 我只是天生任蕩 《韶關之花十三衣》 拍攝的時候有沒有完整劇本呢 這兩集其實那個時期的電影 幾乎沒有一部有完整劇本 喜劇大部份都沒有 但是這個也是李力池的功勞 就是阿力因為我和阿昇仔 都在電視台的時候已經開始合作 大家都有很多默契 譬如踢完一個踢之後 我一看她的樣子 她有些… 我就說可以 再來多一個 大家就好像已經知道 她想再來一個怎樣的樣子 就是很多默契在這裡 所以當時阿倫和志偉他們 我們大家一起的時候 就好像很容易 只要她給劇本我們 很容易就做到阿力想要的事 這些東西通界都知道了 難道我就是黃飛鴻了嗎 黃飛鴻還是黃飛鴻 多了阿都姐 你們都是這樣玩法還是怎樣的 都是這樣玩法 我只覺得阿倫還開放過我 因為阿志偉很值得 經常把頭放在她的胸上 她靠在她的高度 剛剛就在阿倫仔的胸上 她就經常… 我自己也覺得 你不要放在我胸上 我真的不跟你玩 但Dudu好像沒甚麼 Dudu很開心 Dudu很能玩的 你剛才也說 你是不是好像很難再做 那時那麼放鬆 是呀 其實那些對白也挺划算的 我又不當… 我勾佬了 我又不當… 好像猜妹那些 是歌仔 但那些詞真的很肉酸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的樣子 等於我經常舉個例子 就是翡姐說粗口很好笑 因為翡姐的樣子不像粗口 如果你找一個很像粗口的人 說粗口你會覺得 真沒禮貌 真不斯文 但翡姐說粗口你會笑 同樣我不知道是否 我自己覺得在歌的時候 雖然唱了那麼淫蕩的歌 還要跳舞 但我的樣子很正經 好像乖乖女兒一樣 我又覺得好像挺好笑 我記得阿力就很喜歡 每次我一做他就笑到卡卡聲 去到1995至2000年 你是否停了一陣子 一陣子沒有拍電影或電視劇 因為那時我去了加拿大移民 是呀 其實當我結婚後生了我大女兒 在那個階段我覺得要照顧家 特別是小朋友要交養他 是我的優惠 是我的優惠 好像你近年再出來 再做電視劇又八時入籍 或者是不打自己人 或者是再做電影 那你在現在這個心態 和當時 就是全盛時期的心態 有甚麼不同 有沒有 不打自己人 就是在我離開電視台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 因為覺得自己裝備了很多東西 在那時候很想把我自己學的東西 給其他新的演員 譬如當時我進去 有徐榮、陳隱薇、Joyce、欣怡 他們好像很有使命感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是沒有人告訴你 你要自己去摸 到我摸了這麼多年後 覺得自己很想把我自己學到的東西 給他們 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當時是 所以回到TVB拍攝了 連同《天天天情》 是有四百多集的視況 但是到再下來的八時入籍 就純粹是一個人情的回去 當時因為想幫一些幕後的人 其實相隔了也有多少年 好像有八年、零六年 但是已經不同了 整個環境不同了 就沒有不打自己人的時候 合作得那麼開心 我想最主要是人才的流失 你能夠做到的事很少 而且大家跟你同心、同步 去做事的人更加少 所以亦都跟自己說 原來是一個階段 接下來應該是做別的事 我也是很隨意而安 亦都剛好 在這樣想的時候 這個黃金花就上了 亦都給我很大的安慰 然後我就去做下一個階段的事 最後一個問題 你是黃金花之後 你暫時有沒有接到其他電影 有沒有準則 現在有沒有老科獎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最重要是劇本先行 雖然最近都看到一些劇本 但是我自己覺得也未必適合我做 或者是未必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 又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不會特地去 因為我拿了獎之後 特別去加片酬去做 就算不喜歡也做 我想我不會 我會支持新導演和香港電影 反而如果劇本不好 就算是奧斯卡電影 或者是荷里活片 我也未必會接 我想真的 因為你無法過癮 所以始終都是要看劇本 今天真是很感謝MOO姐 你跟我們聊了 別客氣 別客氣 下集再見 謝謝MOO姐